好想问一下丁雨昕是不是被吓了什么迷魂药啊 但凡同框就立马变身成了星星脑 每分每秒都在照顾她 和其他女同事对比后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中全行啊 和女同事在一起跳绳的时候 就是吵吵嚷嚷 斗志昂彰 就像好哥们一样 好胜心上来鼓劲 眼睛里全是对游戏胜利的渴望 可不可以 可以 两人在一起 那就是只有一个字 赢和星星在一起跳绳的时候 就一直盯着人家 如果为了防止水洒出来的话 应该是要看着杯子的吧 看看星星当时的眼睛 事先看着丁雨昕的杯子 再下一视线看着她的眼睛 大跳的眼神都不带动的 那么丁雨昕 你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呢 开始跳绳的时候 能感觉出来她喊的声音有些颤抖 知道她也想赢 但更多是在担心自己能不能让星星赢得比赛吧 还在那疯狂吐舌头 她是真的很紧张啊 之前玩游戏只是顺不欲暴涨的一些打击血式行为 这次真的不一样 和别人一起玩游戏的时候 她会因为对方无理的要求拒绝 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即使面对她的要求不理解 但依旧还会照做 和其他人玩游戏的时候 积极的在出谋划策 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乖乖不贺 非常听话的在经历别笑 是超听话的一款男友啊 星星小手一招呼 她立马起身跟上 不做思考 被别人调侃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依旧没有放下抽根机 看了一眼星星 因为她还在啊 那不得跟住呢 能看出来只是在举着没有吹 看到星星出去了 立马就放下跟上了 还有选发箍的时候 骑士丁雨昕 一开始就看上星星拿的发箍了 星星也是直奔她 属于双向奔赴了 这是 和女同事在一起聚宣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溜溜答答 悠闲的吃棒棒糖 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想从后面挤到星星面前 和女同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不记得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事 还让人家带领USOK 这歌心里怕是只想着星星了吧 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可以脱口而出人家歌的名字 就是过了一年 也仍然记不住人家女同事参加的哪档节目 创造影 火箭少女与领域 不是 但是这歌可以记得 星星大学学的专业 大学不是学的那个艺术管理 丁雨昕对星星真的是用心了啊 Oh my God 哇 我会乱追着 都不想着想着